然后继续讲啊 讲着啊 就我们现在做股票的话 大家的一个心态问题就是 就那个股价下跌 大家觉得很难受的 其实呢 那你想一下我两年 一年多前吧 就一年多前 就二三年年初吧 对二三年年初吧 就那时候我也不是说了吗 如果我满仓了某个股票 那我那我肯定赚大了 我事先也不知道 那个股票翻了一倍 当然 当然后面后面这个股票 最近就腰斩了 从40块又跌到19块了 这个股票大家也知道是啥 今天有人问我 但这个股票真的 真的有什么问题吗 我反复看了 我没我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 唯一的问题就大家 那个资金又出来了 就就就怎么说呢 就之前呢 他撒布拉机的 然后就 从12 13块炒到40块 然后呢 我40块没出来 就我就卖过一点点吧 我真 我用我 当然用我知道他能够回来 我肯定把它全部清掉 问题是我不知道的吧 后来我二十几块 我还补仓了 我还觉得挺便宜的 对吧 然后他跌下来 那跌下来 别人问我怎么办 我说那你就那就凉拌 你要不就先拿个分红吧 我说 又有些分红两个点 我觉得还可以吧 你没必要说 这么着急吧 如果 而且呢 如果你真的是特别急 就是说那个市值跌了 你就特别难受的话 那 我反复讲 你还不如买债券基金 真的 就如果你对你那个账户市值 非常的要求稳定 不能够大回撤 你何不把眼光 放平一点 就直接选个债券基金 你最起码的回撤很低 至于这个债券基金 是不是有一些什么 买了城投债 风险很大的 那这个是后话 这个有自己的选择 这也是大家关注我这个频道的 的用处 对吧 我会用一些 在会员频道里面 给大家说一下 我怎么选赞选基金 就究竟看哪些东西去选的 这个我可以分享给大家 就是怎么样去避开这些雷 哪些赞选基金 我们那些细节 我们要去看 是不是应该看基金经理 这些我都会讲 但是呢 你首先就是 你如果要不下跌的话 就就怕那个市值回撤 你就应该 买债券类的基金 哪怕是短债也好 30天滚动的债 90天的那些 或者是那种产业债 都可以 或者你买那种像什么 就那种投雇产品 他给你打包一大堆债券 那些那些也可以 那种对基金经理要求 也不是很高 但是如果你是买个股票 这说实话 真的任何股票 都有腰斩的可能 哪怕是长江电力 以前也见过他腰斩 你别看最近涨得很厉害 什么中国核电 天天涨 这种呢 这种叫什么 就是那个风吹到 这些股票上了 你每次这些股票涨高了 你都可以用 当时的这种情况去解释 这种股票好 两年前的时候 两三年前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碳中和最好 全部都去买什么 姚志鹏的公募基金 然后最近就跑去买 什么爆无可的基金 天天跟我说 这个基金经理不错 过去十年 那我就问他 为什么三年前你没察觉呢 对吧 一问就没有人回答得出来 为什么三年前你不察觉呢 三年前他也看 他那个基金也运作了七年了 很简单 因为三年前他不出彩嘛 他排不上号嘛 三年前四年前的时候 他根本就没有人认识他嘛 因为他那个 你回到四年前 看那些什么谢志余 那就年化百分之二十几 什么何帅杨浩 还有谁啊 还有张坤 张坤 什么 萧南 刘彦春 那时候那时候你就觉得 这些人特别牛 对吧 然后就说这张坤 那投资理念好啊 买那种高ROE 护城河高 然后呢 非常的专注 对吧 从 不会随便换股 非常有毅力 你看今天怎么骂张坤的 就说这什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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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会抱团 只会买白酒 对吧 除了买白酒 其他都赚不了钱 那结果最近白酒又跌了 连他最后赚钱的都没了 你看是不是绝望了 那你想一下 那你之前赞美他干嘛呢 包括那个什么 什么医疗类的那些基金经理 你们忘了吗 什么浅海医疗 21年的时候大家都在赞美 那现在呢 现在第270%了吧 那他当初赞美的时候 干嘛赞美呢 干嘛就觉得他是特别牛 选股特别厉害呢 为什么过几年就不是呢 其实压根都没有 其实就是这些人本来就是那个赛道 他就负责做白酒 这个张坤就只能买白酒的 他不能够随便换股的 如果他把白酒全部清了 买什么煤炭 他马上的基民就对他引起怀疑 你就赛道飘移了 他就会说你是不是风格飘移 听说过这个话吧 说什么风格飘移 如果葛兰 把那个医疗基金给辞职的 换一个做煤炭的 你看会不会很多人就骂了 怎么回事 你不是专业做医药 医疗什么创新药的吗 其实这些股票啊 包括这些基金啊 其实都是怎么说 就一时的高光时刻 真的是一时高光时刻 大家不就太把这种短期的 这种高光时刻 当成是一种实力 其实根本就没有 我就举例讲一个 就讲我自己做美股吧 你看我现在美股 A股港股 都有啊 都有 那我最近这个美股 赚很多钱是我的实力吗 肯定不是啊 对吧 这是运气而已啊 这个美股 你只要买指数的 躺着就赚 那这个能归到 自己的那个实力上吗 你这个实力 顶多是放到黄仁虚那里 跟我没有关系的 就包括那个金银经理 张坤 张坤很厉害吗 那如果不是白酒 来了一波这种 消费升级 这种趋势 什么什么囤酒啊 炒茅台啊 房地产来了一波 那个什么棚改 来了一波房地产牛市 那茅台能有这么多生意吗 这所以说都是 都运气 千万不要把这种东西 当成你自己的实力 也不要把这种东西 当成是基金经理的实力 其实我们每个人呢 就做投资都非常渺小 很多时候都运气 07年的时候是这个基金经理牛 然后15年的时候 又是什么任泽松啊 这种基金经理牛 什么宋坤啊 宋坤是义方达的 以前的那个王牌基金经理 后来18年不行了 炒鱿鱼 好像做了幕后吧 传闻啊 传闻啊 这个我不能够证实啊 这个宋坤就是张坤的师父 两个坤的名字不同 那个宋坤是2015年的基金冠军 那一年赚了一百二吧 一百二 那张坤呢就2020年的时候 赚了一倍以上 看到没有 就是大家就不同的人 买不同的股票 然后呢 轮到他他就牛 2019年什么刘格松 买半导体 买国产替代 你看现在国产替代 谁还吵 最近没人提的对吧 国产替代 大家都不敢乱吵了 那之前19年 就吵得这么凶 以前的时候都说 越制裁越好 现在呢 现在就说这个制裁是利空 那为什么几年前是利好 现在是利空呢 肯定有一个错的吧 就看你怎么样去 理解这个公司呢 他是不是真的被制裁 还是说制裁了之后 他其实 没有多大利好 就好像什么 英伟达那些高端显卡 不允许卖来中国大陆 那是不是景家威就利好 景家威那些显卡 就能够做人工智能 可以来算呢 这个需要你自己去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